有粉丝叫我讲讲AppCoin 所以我就讲吧 大家好 我是号称马来西亚最多米妹的南南巴 前面此频道呢 主要是讲赚钱加密货币 还有视频姐姐的内容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也感兴趣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然后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每次更新影片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然后第一时间观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Bitmark的话 马上通过我这个视频下方的链接Bitmark 点进去 然后通过我的链接注册 可以享有非常够力的福利 不注册不知道 注册了福利吓你一跳 所以赶紧注册吧 然后注册了过后 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免费进来我的Telegram群组 然后时不时会有一些带胆 OK然后来我们今天讲讲今天的话题 就是Appscoin OK Appscoin我们现在看4小时的吧 OK OK 之前Appscoin是有让我赚到一波 因为那时候我是 我记得他一开始的时候 我16美金买 然后我觉得还会再跌的 OK 但是我就是手痒去买 差不多跌到8块钱的时候啊 80多块的时候我就跟我的VIP讲 差不多8块左右这样子就可以买了 然后那时候跌到第一天第二天好像跌到6块多 然后就一直涨涨涨涨涨到2627 然后就是因为他土地拍卖要用Appscoin来支付 所以弄到Appscoin公布应求这样子的 啊 的Feel啊 所以我个人觉得 啊 很爽 OK 然后过后其实在252627哦 已经是卖掉部分了 一大部分的卖掉了 过后 过后就看到他会跌到15 果然他跌到15过后再看到他他会跌到5 果然他真的跌到5 但是他距离5也是还有一段距离了 因为他他不是跌到5 他是跌到3 是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 我意料他跌到15那时候 OK他跌到15就不要反弹反弹去18 19然后就就没有力了好像 哎 然后过后我就觉得他会去去到5 我还没有想到他不是去到5 他直接去到3 我也是有点莫名奇妙哦 然后差不多在7块多的时候啊 我就完全抛掉我的手上的Appscoin了 之前有在这里4块钱 我没有在这里买进 我差不多在4块左右有买进一点 我差不多涨到67块的时候啊 我就对这个Appscoin有点没有太大的信心啊 OK 为什么我会没有太大的信心呢 不懂我就就一个直觉吧 哦 而且我每次直觉都蛮准一下 哦 但是也不是完全准啊 我讲的蛮准不是100%准啊 哈哈 OK哦 如果直觉真的可以可以单饭吃的话 那世界上没有穷人了哦 OK 听我的直觉去做单就好了 哈哈哈哈 啊 我个人觉得是 就有点怪怪的感觉 我就六七块的时候我就跑掉了 我一跑 跑掉过后 个不到两天的时间就有这个新闻爆出来了 哦 就是你们有 就是Machita 大哥他他是Appscoin的那个无聊和NFT的算是一个鲸鱼吧 哦 他钱多到万死 然后 他 他有在他推特讲啊 他要抛售 他对 Appscoin的 啊 社区管理非常不满意 然后他打算抛售 不是打算 他说他已经抛售全部NFT跟他的Appscoin这样子 OK Machita哥在扎十个MAYC六个 Other土地 三文回原有 我是改报以太 OK 但是今天 哎 有点峰回入转哦 然后那时候 我抛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叫我VIP抛了 我是说哦 嗯 Machita哥这样的新闻出来是时候可以抛了哦 六七块的时候 现在去到五块 然后 为什么我觉得他哎有机会 小涨一点点 OK 这不是快啊 快不快的问题啊 这个是图给我的信息的问题啊 我们不要看四小时了 我们看 看一天了 其实你们看到什么东西吗 你们应该看到吧 我觉得你们比我聪明耶 看到吗 就是 那么完美在这条线看到吗 看到吗 你看完美 支撑 支撑跌破 呃 然后跌下去 动到支撑啊 压力涨不上 压力涨不上 压力哦 涨上去了 然后现在回来这里是支撑点 所以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里如果以盘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现在是可以买进了 哦 但是不构成任何投资店呀 你看第一次 不能上去 第二次不能上去 第三次上去了 OK上去都没有再动到这个支撑了 来 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动到这个支撑了 所以 这是不是一个好的买入点呢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好的买入点 但是不代表说 他不会跌下去 只是说 这里他有一个支撑 他可能会有一个小的 小的反弹 然后赚一点再砸下去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就看你的风险管理怎么去 管理你的风险 我个人觉得 如果他涨的话 他会涨到哪里 我个人会觉得涨到前面的顶部 就是7块6这样子 涨到7块6 可能又再测试这里多一下 又再上去 测试这里多一下 又再上去 可能是这样 不然就是 一次到位形成M字顶 直接插水 OK 所以 如果现在的话 我个人觉得 可以去到7块6 然后你问我 多少的话要止损呢 OK 止损我可能就放在这里吧 现在5块钱买进哦 4块2止损 OK 然后7块6止盈 当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啊 然后投资需谨慎 OK 然后我们今天 呃 还要讲讲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顺便讲讲以太坊吧 OK 以太坊现在出现一个很可爱的东西 昨天如果你有看我的视频的话 他就是形成这个山顶 他有两种山顶 要么绿色的山顶 要么红色的山顶 OK 目前我们在这里做的决定是对的 我们在这里买 然后吃到一点点的小 小小利润 然后他现在又回来哦 他会回来 他他回来有点快了 我个人觉得哦 因为不到24小时 他就已经回来这里了 我是觉得有点快了 我还以为他 这次的涨 有机会吃到前期才砸下去 但是他现在那么快的就这样子回来 所以多头有点没有力啊 空头很有力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谨慎哦 好谨慎哦 可能就是又再差 差到这里有机会了 所以大家谨慎哦 因为现在虽然吃到一波小利润 那把这里啊 很煎熬啊 我不懂他还是要上还是要下 如果他上的话就很完美 他就就非常完美的形成一个W W就有机会冲上去了 所以我们就敬请期待吧 如果他跌下去就没戏看了 哈哈哈 然后顺便我们看来看一看这个 啊 整个加密货币的总市值啊 哎呦 刚才又奔掉一个9 有点可惜啊 好 现在是一一的头 这个叫什么一招还是死招 我不会啊 哦 因为没有拥有那么多钱 如果拥有那么多钱的话 我帮了我把整个加密货币的 币全部买买下来 嘿嘿嘿嘿嘿哦 所以我对这个数字完全没有任何概念哦 因为没有这样的钱 所以没有没有概念哈哈哈 然后之前最高去到3啊 现在直接1 所以整个市场奔了差不多6到70% 果然你看全部B都是奔一个6到70% 只是他最近啊有回来一点点 但是又感觉好像要破掉这个1啊 所以我觉得 anyway小心 所以我们现在看7天哦 我之前我们吃到一一小波的利润哦 看到吗 从这里 我我最低去到80我够力 如果我现在拿他来讲我讲他是100的话啦 我最低去到 哎不是啊 我看错了那个是交易量 是只去到95 95跟100还好啊 就差那5%还好 然后从95就直接上到差不多要摆摆摆摆摆2这样子 我现在又回来 所以现在是不是一个入场的好机会呢 嗯 我们再看吧 我觉得这里是入场的好机会啊 就是99的时候 但是他动到999他很快就拉上去了 我觉得你如果你买现货的话是不要紧啊 你不要玩合约啊 玩合约现在的行情 玩合约上下二上下20%你怎样去玩 对啊 上下20%怎样去玩我都不会哦 以太坊还在跌 你们看啊 还在跌 1569哦 有机会去到1420 我看可很大可能就是一个小碗直接插下来了 很大机会是红色的 以红色的路来走 所以我们就敬请期待吧 只要他不要跌破这个1550吧 他再跌破1550应该就是下去了 哦 所以大家anyway谨慎 然后讲到最最后 我好像是讲的有点尝试吗 电脑都没有够去啊哈哈哈哈 哎 讲到最后记得通过我视频下方的链接的Bitmark 通过我的链接注册 哦 然后有这个那么够力的福利 然后而且Bitmark呢 玩合约的体验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非常推荐你们去进去 然后呃充值 然后玩他的合约试试看哦 你会很喜欢 好了 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然后关键小铃铛 希望未来你我会更好